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晶空导航 勺力机器人 做到大规模量产的 在全球范围之内 我们看不到基本上没人看得到 在中国客团版的舞台上 它一定会诞生 真正世界级的科技企业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经》节目 长老师选策脸就上九方之头 大家好 我是李婷 在连续调整之后 指数的波动收窄 成交量衰减 市场能否在目前位置 构筑平台呢 探中和主题分化 顺周期板块调整 做多的主线缺失 短期该如何来调整策略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 《谈古论经》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真知灼见 可在《谈古论经》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 马上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 李婷你好 市场确实最近这几天 连续数量 那么到今天呢 7000亿都不到的一个成交量 那表明市场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一个 起稳的一个信号 那我想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 都在看 但看的角度不同 有的呢 认为到了这个前低的一个附近 要么你来一次反弹 让我来确定这个位置 跌不下去了 开始反弹 但现在的一个情况呢 恰恰不是 那种比较强烈的一个信号 是什么呢 似乎有点跌不动 包括今天上证指数 甚至昨天我们大家都预料 是不是今天要碰一下 前低3328点的一个位置 今天没有到 差十几个点吧 十六七个点 没有到这个位置 就在临近这要跌到的位置 它不跌了 但是它也没有弹 而是什么呢 稍微起来一点 慢慢又把它放下来 这个放下来呢 是轻轻的放下 放下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几乎没有什么反弹 就这样结束了全天的一个交易 那我想这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可以认为市场前面 急跌的一个阶段 到了现在这位置 可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就像一个皮球 从高处蹦落下来 弹几下 没有动力上去的话 它弹不动了 慢慢就平静下来 那平静下来 当然是一件好事 因为实际上 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说 那一般来我们说 这个量价时空嘛 那时间这个周期 没有消耗完的话 你让它现在 你给它动力起来 恐怕也起不来 可能只是弹一下 又要出现来回阻尼震荡 收缩这个震荡的一个幅度 这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今天的一个市场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有企稳信号的 那还有一点 从今天的一个盘面角度来看 大小盘之间 没有什么以小盘为主 以大盘为主的一个区别了 没有 今天几乎是同向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把小盘和大盘股 这个指数放在一块的 叠加的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拿出来 那今天呢 从一开盘 几乎都是低开 然后震荡出现一个上行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小盘的一个指数 分化不是很大 甚至到了下午 往下走的这个阶段 也是能够同步走 到最后半小时 稍微才出现了一点分化 但这个分化呢 跟往常不一样 往常差别很大 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盘股呢 在最后阶段呢 是走势偏强的 而小盘股指数呢 最后阶段反弹更弱一些 但总体上方向是一致的 那这跟前期的时候 方向迥异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 恐怕又是一个特征 小盘在这个位置 前面已经涨了一个月 那么他在这个位置有点涨不动 而大票呢 在这个位置有点跌不动 两者开始趋同了 那么这是大小盘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北向资金的一个流向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北向资金的流向呢 是由有看头家提供的 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这个北向资金呢 是流入了27个亿 比昨天少 少的还蛮多的 但今天总体上呢 都是流入 尤其是我们如果看护股通的话 那是一路流入 一路流入 没有流出过 深股通呢 那上午大概有一个半小时是流出的 但此后呢 也是慢慢流入的一个状态 数量上呢 要小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 护股通呢 是流入了近20个亿 那么这是北向资金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下数据 南下数据呢 也是由有看头家来提供的 那今天呢 南下的一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流出的15个亿 那主要呢 是港股通 护股的一个方向 这个基本上全部都是它流出的 而深圳方向呢 就流出了一个亿都不到一点 这是南下资金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 盘面板块的一个情况 可能我们一看的话 那跟前两天 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数字货币呢 本周来过一次 但是基本上没有上榜 但今天呢 数字货币上榜了 还有轮胎 金融机具 MLCC概念 以及住宿餐饮 住宿餐饮呢 相信很多投资者都在关注 因为临近五一长假的话 大家已经发现 很多网站上的预定出行的一个数据 已经刷新了19年同期的一个新高 那这实际上反映在住宿餐饮这个板块 酒店旅游 这些板块当中呢 应该还是最近一个月 都是基本上上涨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板块 是涨了2.81% 来看看下跌前列的 哇下跌前列的 像生物智能 垃圾发电 雇费处理 生态环境 这是最近两周以来 可以说是明星股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 是出现在下跌的一个前列 另外呢 折叠平 今天呢 也是跌了3.19% 那看来呢 确实在目前的一个市场当中呢 相关的一个预期 涨跌的预期 都要有管控 尤其上涨 大家要注意 再来看一下 十大权重股的一个表现 先看一下科创版 科创版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金山办公 涨幅是超过5%的 总共呢 只有三家上涨 其一两家呢 是在1% 甚至以下的一个情况 那么此外呢 另外七个权重股呢 今天都是下跌的 只有一家跌幅是 超过3%的 是其安性 看看创业版 创业版呢 今天从前世大 这个涨跌幅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其实要好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自飞生物和 一维领能是下跌的 自飞生物呢 跌幅是超过3% 剩下的八家当中 有七家是上涨的 金融鱼呢 是平盘 也同样只有一家 泰格医药 是涨幅超过3% 但是注意 因为宁德时代和脉内医疗 市值是偏大的 所以总体上的创业版 今天这个表现会更强劲一些 待会儿呢 我们在明日抢先报当中 要跟大家好好聊聊 再看一下主板的一个情况 那么主板呢 今天是三家涨 跟科创板一样 七家下跌 但它没有一家 是涨幅或者跌幅 超过3%的 跌幅最大的是招商银行 跌了2.28% 涨幅最大的是中国中缅 1.34% 最后看一下 中小板前十大权重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中小板当中呢 是龙胜石化 超过5%了 5.95% 中共教育是4.51% 上涨的加速呢 也比较多 有6家 那么这是今天 盘面上的一个情况 先跟大家做这么一个交流 那么接下来呢 老员在这里 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全新升级的 有看头家来了 下载有看头家 让投资呢 大有看头 新版APP 包罗大看牛 情牛的秘籍 和实用看盘的生计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抓紧下载 正版有看头家APP 有看头家 祝您牛年投资顺利 那么这是相关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要介绍一下 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张瑞泽 另外一位是俞勇 两位好 那今天的问题呢 是比较简单 市场呢 是收量出现了 日内的一个反弹 那么在这个位置 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 是不是一个 起稳的一个信号 张瑞泽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没有吧 没有 没有 这是张瑞泽的一个看法 那俞勇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说 现在大盘只跌了 但是离起稳 可能还需要时间 大盘只跌了 但是离起稳还需要时间 那待会我们得听听两位展开 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先请出张瑞泽吧 张瑞泽很坚定的 是认为这里没有止跌 只是产品上面是没有 那你的目标 你觉得往下跌会跌多久 或者跌多深呢 这个暂时没法去量化 但我觉得要 趋势是明显的 趋势是明显的 对 我觉得时间会蛮久的 好 继续 说一下为什么说 现在这个地方很难去见到底 或者说即便阶段性有企稳 也可能有比较大的反弹 先说从几个方面说 第一个方面 我们先看张图 就是现在的整个市场 还是比较贵 以沪生300为例 目前的沪生300的这个走势 就是这个适应率的走势 大概是在16倍左右 就是一个还是近十年来 比较高的位置 而平均的地方 大概是12、3倍 我觉得先要回到12、3倍左右 可能会有见底信号 就是第一个 但是现在有个情况 就整个沪生300 在去年涨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同涨同跌的 当中还是有分化的 分化的时候 有些股票会涨得特别高 有些股票没有动 所以说导致什么情况 导致现在我看到 有些沪生300里面 一些之前涨得比较多的那些公司 在跌掉大概三四十之后 我还觉得它贵 我按照这边还觉得它贵 所以我觉得他们估致没有到合理之前 应该是不太可能会起稳的 这是第一个 从估致上面来看比较贵 第二个 再看第二张图 第二个图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现在东西比较贵的话 那么没关系 如果你钱比较多 你依然可以把它推动上去 那从现在资金面上来看 也不是这个样子 这张图是目前的主动管理型的 就是那个全一类的基金 他们等于是一个叫提前结束募集的比率 从一月份到三月份的情况 一月份是特别高的 提前募集结束特别高的 说明那个时候基金 大家买的都比较猛烈的 但现在来看就26%了 可见这个基金入场的力度 就前入场的力度 其实在减弱的 我可以这样说 现在其实已经慢慢地进入一个存量博弈状态了 从这个情况下来看 你本来东西又贵 接下来你这个前进来的速度又比较慢 那我就感觉到 它这个要见底还是蛮困难的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第三个就是现在有个大的逻辑 还是被压制住 这个大逻辑就是无风险收入率上 就是其实一直聊的 是美债收入率 或者说无风险收入率分母 还要往上走 目前来看这里有两根线 一根深蓝色的线是 隐含的通胀预期 下面那根浅蓝色的线是美债 正常情况下面 过去从16年到之前的时间 大概5年的时间 都是浅蓝色的线在深蓝色上面 这是一个合理的情况 因为金融产品无风险收入率的话 你一般都要比通胀的要高 否则的话人家就会抛 那现在来看就是这个情况 现在通胀的银行预期比较高 那就肯定要逼着抛美债 一毫美债收入率就上了 那么这根线要回到上面去 现在银行预期是2% 那美债现在是1.6%附近 所以说现在上面还有空间 在这个空间没有把它完全 把它闭合掉之前 我觉得这个逻辑现在还暂时打破不了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期还是有一个风险的 就是整个市场来看还是有风险 这是第三个来看 还有就是如果要见底的话 起码我觉得就是现在 要这个投资时钟要走到7.8点 这个图没有带来 因为之前我拿过好几趟了 现在的时钟大概是在3点钟附近 要走到7.8点其实还有一段时间的 比较明显的信号就是 当时我们会看到债券会走牛市 就是无负金收入率会下行 债券走牛市 但股市可是慢慢缩量 没人交易了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人谈 就是互相见谈谈比较少了 交易量比较小 这个时候可能会见到一个 债券盈地步 简而言之 市场当中谈股票的人越来越少 那可能谈股票 当时可能像前几年一样 当时好像谈到股票 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就经历过嘛 到了这个时候 你认为才是建底 那时候债市要起牛市 那我能不能认为 到了这个时候是建一个大敌呢 对应该是个大敌吧 那如果照这样算的话 那你预计的话 那个从每零时钟 这个或者说每零点风扇 从三点钟左右 要走到七八点钟 你预计可能要走多久 这个很难量化的 但是我觉得 先第三张图嘛 这张图先把它 这个就是银含通常的预期 先往下走了 那就要往前走了 现在来看还在 就是这条深颜色的线 要往下走 现在停在三点钟 位置不肯动 就是往下走的话 就开始动了 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我还是想让你看看 能不能量化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从护升300的一个角度 那现在呢 刚才说在167倍 对吧 那要跌到12倍左右 那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说 还需要跌20%呢 差不多 那这样的话 上证指数要跌到哪里 现在是3350点多 我倒没有算过 然后差不多 我感觉上差不多20 就是现在的核心 就之前跌的比较多 像核心资产 我觉得他们还有20左右的空间 差不多 看来呢 这个咱们 张瑞泽谈到的一个 资产的一个下跌呢 是从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环节 去把它 让它跌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但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对我们股票市场来说 短期可不是这样走的 不是这样顺着滑滑梯往下走的 它一定会有反复 这个反复的一个过程呢 恐怕会时间比较漫长 这里面呢 也不排除 有中期的一个机会会发生 就如同这一次市场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抱团 下跌比较明显的 但是小票呢 机会恰恰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 但是 就看你做哪一端 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机会的 我说指数层面 其实还是有一天结构性机会的 动作说超多的时候我要说的 结构性有机会的 大会我们好好听听 在目前整个市场 你看比较空的一个背景之下 哪些可能会是有机会的 是是是 好 那么这是张瑞泽带来的一个看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余勇 来听听余勇带来的一个分析 来有请余勇 好 那我会觉得说 现在的大盘 刚刚其实聊到的时候 我觉得它已经是有止跌的这个迹象了 但是对于奇吻来说 我觉得还不到时间 因为我对于奇吻的认定是 不光光你是不跌了 你要让我看到你已经开始反弹 甚至于反弹有延续了 那这个时候奇吻是有价值的 要不然你也可能只是一个下跌的中继 那我们如果从两个 不同的指数的市场来看 它的这个技术图形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上证指数 那前面节目我们一直都聊过 我们一方面希望说回调指数要有缩量 那最好上证指数的总体量 能要缩到3000到3500亿的水平 当然极端情况下 如果能破3000亿 那么就可能出现地量 那今天的上证的主板 其实已经破了3000亿的成交金额 这样一个局面 那就有可能产生了这样一个地量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不排除可能在最近的一两个交易日之内 有可能会产生那个地价 也就是在盘中刺穿一下 前面的3328点的这么一个低点 那然后从3月8号9号 两天的大一半来说 指数现在的反弹 其实只是反弹了这个下挫空间的50% 那你把它晃成一个箱体的话 它就在这个箱体的这个下沿附近在震荡 所以如果你要想走出持续反弹行情来讲的话 除了启动之后要放量之外 那么至少你要把这个箱体打掉 也就是3月8号那个高点要打掉的 那目前这个指数依旧只是在这个箱体的下半部分 所以它还在磨是一个磨底的过程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创业板 那创业板的这个整个的形态会更弱 那么之前我们也有聊 创业板不排除会创新低 因为创业板的权重股没有止跌 因为权重股就是抱团股 而权重本身又绑架了创业板的这个指数 那创业板真正的这个安全 要等到什么时间呢 要等到大部分的公司的年报 季报都披露完 不是指一两家 而是说整个市场80%左右的 个股的报表都披露完 那主板也是一样的 但创业板更特殊 因为它们有权重 前15大市值的这个权重个股 15家公司当中目前 已经披露报告的只有9家 还有6家 而这个当中最重的两家权重 要到4月底才会把报表披露完毕 所以对创业板来说 在4月底之前 它一直悬的那个不确定性在 所以在4月底之前 就算有反弹 创业板可能都会比较弱 它可能只是个技术性的这个修复 去修复这个乖离 而这个乖离的修复 同样很弱 是均线向股价来进行下行修复 而不是股价反弹 往上去靠均线 所以创业板相对来说 可能会更弱一点 那同样的 我们从这个北上资金的角度 也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北上资金 开始有一点点积极的这个表现了 那图形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北上这段时间 红柱比较多 也就净流入比较多 那么今天是小幅流入 最近的5天当中 有3天也是净流入的 但是呢 红柱跟蓝柱之间的正反差 还是比较明显 那其实慢慢的意味着说 一个北上资金已经有行动了 第二个 可能北上资金有一些 调仓换股的动作 所以有批量的进 也有批量的出 所以对于北上资金的 这样一个 近期的操作 其实可以慢慢的 去关注起来了 那么刚刚其实老杨还提到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止跌 那其实我给大家做了一个 我个人观点的这样一个总结 就列了一些要素 那当这些要素 一个一个都符合之后 那我觉得这个市场的 止跌企稳 才会更加的安全 那我们说的第一个条件是 之前这波下跌 是由爆团股带动了这个下跌 那我们希望说爆团分化 要有新的这些 爆团的这个品种出现 那么这个要素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要等到大量的这个爆表 披露完毕之后才会出现 那这个过程有点像什么呢 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像是你在公司里上班的 也考虑想离职 老板跟你说熬到年底 我今天给你发100万的年终奖 到年底看了 年底一看120万 超过预期了 我就不走了 那就是年报披露超预期 那当然我就继续拿着 继续爆团 我就不离开了 但是反过来跟你说100万 拿到手80万 第一反应就是 好像有点离预期比较远 但是回头一想 换个公司可能还没有80万 可能你还会熬一熬 但如果只有50万 甚至于告诉你没有年终奖 那你一定会换公司的 所以爆团个股也是同样的 就等年终奖 年终报表数据出来 如果业绩不达预期 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 已经减仓的爆团品种 就会开始最后的批量性的出逃 而这些出逃的资金 就会重新去选择爆团的品种 所以这个分化的产生 是一个筑底的一个信号 那第二个呢 我们说是要有 零涨板块的这个出现 那这个零涨板块 不仅仅只是说 市场有板块看到涨 就像前段时间碳中和 涨得很漂亮 但碳中和不带权重 权重不够 就不能够带动指数 我们要的零涨板块 是能够带动指数的 类似于像这个地产 像计算机 或者是像这个金融等等 这些个股的带动的启动 对指数才有助 那第三个呢 我们讲前段时间 市场也普遍出现过 几次普涨的这个格局 那普涨必须带量 而到目前为止 有过几次的普涨 量能都不出现 所以没有量的普涨 也不是一个 底部构筑的这个信号 所以我们对量能 就给一个数据的要求 我们还是拿 户式的主板为例 4500亿以上的 单边户式的成交金额 这个时候可能才代表着说 参与的人数开始多了 那市场参与的积极性 才开始高了 那当然最后就是一个技术的位置 就是3月8号的最高点 把它认为是多空的空方的起兵点 如果多方要反攻 那至少你要把空方的这个 大的这个阵营要拿掉 也就是之前3月8号的最高价 打掉之后 那这个底部就夯视完毕了 而反弹就可以相对更大的仓位去参与了 确实两位呢 对于多空的一个判断呢 是从左眼点上来看的是有所不同的 咱们张瑞泽呢 主要从一个比较更长期的一个角度 来看待这个市场 但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刚才也已经说了 目前并不是不能操作 能操作 但操作的一个面呢 可能现在不广 所以待会呢 我们会好好听听张瑞泽 带来的这个操作的一个理念的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 那么在请出场外嘉宾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些嘉宾在有看头 加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在24号20点22分的时候呢 白影节是给出了一个观点 主板明天看反抽 科技股呢 短线是假摔 指的是昨天 那老元呢 在今天早晨8点半的时候呢 是提出要关注网安板块的一个龙头 看了一下 今天的表现还很不错 那么广民呢 在今天盘后认为 股指呢 会出现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 那么还有江琪呢 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提出持续选择 最差预期的一个路径 后市不悲观 胜蕾呢 是认为盘中反弹 不改调整的一个趋势 包括定位名 也是在收盘之后 认为下跌结构 基本满足 后市关注 抱团白马的一个反弹机会 再看下面一张PPT 我们可以看到 徐世龙在上午10点04分的时候提出 市场情绪极度低迷 可能现在就是短期底 路易呢 是认为趋势还要持续多久 他提出了一个周线的极止 极止已经不远了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也把路易 请到我们的电话端 我们来听听路易 收盘以后 怎么来阐述他的一个观点 来有请 从周线上去看 如果本周继续收音 那么春节后上阵指数 周线已经连续了六根音线 所以指数层面 我认为市场的悲观情绪 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一个释放 那么预计4月比较像样的 反弹行情随时会开启 操作层面 我认为短线交易性仓位可以上升 但趋势性仓位仍旧需要谨慎 板块方向上 仍旧保持对权重白马的一个敬畏之心 继续做一个放弃的态度 寻找估值较低 有业绩支撑的交运 机场等经济复苏的受益方向 好 谢谢路易的观点 那么接下来呢 在请出两位嘉宾聊操作策略之前 我们先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自投APP 领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呢有5G投资图谱 有新能源配置的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能源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剖析各产业链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把握行业的趋势 好了 回到场内 我们先请出余勇 听听余勇接下来准备如何操作 怎么样的一个操作策略 可能更适合现在 来有请余勇 其实刚刚在聊观点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说 北上资金最近有一些异动 它的这个进出不排除 是在做一些换仓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可能会提醒大家 开始去关注一些 北上资金的一个建仓的 调仓的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当中主要的方向 可能集中在医药股 医疗服务啊 医疗器械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可以从几个 技术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看 怎么去跟踪他们的 这样一个建仓的这个调整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说 整个这个从板块的角度 你先要选一个大的这个方向 那么有这个大的指数的这个市场 然后也有个股和板块的这个市场 那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你有两种方式去判断 它的这样一个起涨的这个强弱 我们称之为叫板块指数共振 要么板块由更多的板块的启动 然后能够带动指数走强 那对应了这个板块 必须板块成分股更多的启动 才能让这个板块的整体走强 所以我们去比较它强弱的时候呢 去看它的先后顺序 那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那如果你在有看头这个 有看头加的这个APP 你开通有超半线的话 你就看他们买入信号出现的先后顺序 先出买点的 往往意味着说资金先流入 那板块比指数先 个股比板块先 那这些就可能成为零涨 那或者如果你没有去 没有看到这些的话 那我们就看它的低点 就股价的这个低点 板块低点先于指数见底 个股的低点先于它所对应的板块见底 那这也同样表明了说 这些个股可能已经迎来了资金的一个净流入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北上资金持续净流入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来看一张图表 有一个个股 当资金开始持续流入的时候 其实股价就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止跌迹象 所以我们从图形上可以看到 我们不去看它哪是个股 就这种类型的形态 一个它的低点是先于大盘的 它在两月初的时候就已经见到了低点 而指数呢 是在三月九号的时候才见到了低点 那么第二个呢 当股价见了低点之后呢 一直在一个低位徘徊 做这样一个箱体的震荡的这个走势 那我们就关注震荡背后是谁在持续进了净买入 那么从下方的这个北上资金的这个占比的指标呢 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 北上资金其实从两月份开始就一直在持续不断的进行增仓 所以我们既从板块的角度找到了说强于大盘的板块 而在个股的角度发现 它们的低点是先于大盘先于板块出现的 同时个股在底部磨底的时候 又找到了背后资金的持续流入 那这一个模式的这个选股 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 所以医药类的个股 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当中 其实还有好多只都是类似的这样一种结构 包括未来其他板块的动作 一样可以用这个思路去考量 只要我们去对应上北上资金最近的仓位变化 那应该可以说短线反弹当中 是可以寻找到一些机会的 确实刚才这张K线图 我觉得叠加了这个北上资金的一个流入的一个占比 让我想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件事 烧水 你烧水不是火力 一下子上来马上水就能开的 它有一个过程 累积到最后的一个过程 100度到了 水开了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 市场似乎看起来 这个股价没什么表现 但是它不创新低了 指数这个下方的一个资金指数来看 它的一个占比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那总有一天到了这个度以后 水就开了 可能这个是必须得严密关注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张略者 那刚才张略者已经说了 对于大盘不看好 但是还有操作的一个机会 怎么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操作机会 来 好 刚才说大盘不看好的时候 其实就三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估值贵 第二个逻辑前扫 第三个逻辑就是 无风险收入上行 分母上行 阻碍受损 对吧 就这三个逻辑 那么其实要去找个股或者找行业的话 其实就是跟这三个逻辑相反 第一个逻辑就是估值要便宜 第二个逻辑是业绩比较好 就是既然没有钱我业绩好 第三个逻辑就是分母上行的时候 我收益不是受损的 我看好的是保险行业 我先从第一个来讲 就是它的估值比较便宜来说 保险行业一般看估值不看PE 要看PE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PE PE的话就比方说五千块钱的收入 这个五千块收入可以是一年的保险 可能可以是五年的 每年交五年交十年 这个记录利润表的时候 其实明显都是不一样的 你光看它的收入 看损益表的话 其实你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 那怎么办呢 是有个保险公司有一个另外的算法 就是叫EV 就是内含价值 就是说如果我从现在开始 不接薪的保单了 把手上所有的保单全部做完 剩余的这个钱 就是这个叫内含价值 PE那就是你的股价 去比上这个内含价值 现在来看 就是所有的上市公司 我这个线来看 目前都在E附近 就是静态的 都是在E附近 E附近的话就意味着 跟过去几年比 其实这十年吧应该是 十年比的话 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这从估值来说是便宜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看说它的业绩可能会出现拐点 我们看下一张图 下面一张图是保险公司 叫MDB 就是新业务价值 跟刚才那个 就是一样的逻辑 就是新业务价 就是新接的保单 对 刚刚就是如果不新接保单的话 这个限制的价值 那么未来你的业务价值 要往上走的话 你新接的保单要多 一定要看新接的 新接的保单多的话 那才好 那去年为什么不太好呢 去年到现在为止 看到一些保险公司 出来的年报 都是不太好的 不会好 因为去年疫情 保险公司做生意 一般都是线下面对面的 疫情不太好拜访 那肯定是生意不太好 但是今年的话 这个疫情再慢慢地 逐渐变好 就是现在感觉上面 要好很多 今年大部分的券商 开始对保险公司的 开始往上走去产生预期了 从张表面看到 基本上21年跟22年 而且去年期数低 21年跟22年都是往上走 那么可以确认件事情 就是很有可能 他们就是这条出现业绩拐点 那么铁家刚才说的 这个估值比较低 业绩出拐点 那么分子向上走的 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概率 第三个就是讲 它的这个估值 跟十年级收益率 十年级国家收益率的关系 就是分母的关系 大部分的公司 就是受损于分母上行的 就是去年涨了比较多的 去年受益分母上行比较多的 相应比较多的那些公司 保险公司去年没怎么涨 那么它是为什么 受益分母上行呢 我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 一张是十年期 国家收益率的图 跟它保险公司估值的图 近四年左右 都是明显正相关的 收益率上行 它公司的股价上行 收益率下行 就是公司股价下行 这因为吃利差 保险公司里面 重要的一个盈利工具是利差 从这三个角度来讲 正好是跟刚才 我们说就是大盘往下走的逻辑 正好相反 所以说从中期来看 我觉得保险行业 应该是一个 比较能够看好的行业 确实刚才张略哲 用了三张图 来跟我们来做了一个说明 其中一张图 我觉得也就是 新业务价值这张图 这张图就基本上 已经把逻辑说清楚了 前面的都是 包括后面一张图 我觉得都是铺垫 大家可以去看 一个是内涵的一个 价值的一个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跟神经纪国债 对了一个相似度的一个比较 但是这张新业务价值 这张图 其实你只要想一下 保险公司的一个运营方式 你就清楚了 因为它是必须要面对面 进行一个销售的 那么这样一来 去年就明显 这个行业是受到 疫情的影响 出现下滑的 那么随着疫情的一个解除 慢慢慢慢 这个经济活动的一个恢复 对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往 也越来越紧密 对 所以这块新业务的一个价值量 必然会上去 所以必然会上去 那你说它的一个业绩上去了 股价怎么会不上去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考量的话 我觉得 只要中间的这张图 基本上就说清楚 而且我对比过 就是有些公司 它业绩上涨的话 股价是不涨的 保险公司近三年 近三年股价的走势 跟它的NBV的走势 是很正相关的 所以说这个其实 很能代表股价的走势 好 这是张瑞泽带来的一个观点 如果把它跟前面大盘的一个观点 结合起来看的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市场在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肯定上涨的板块会减少 减少总有上涨的 它找到的是保险 你找到的那些 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交流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其他的一些嘉宾 在我们有看头 加上是哪些观点 包括像江琪 他的这个锦囊 目前还是一个 比较满仓的一个阶段 持有的 一个是券商和农产品 另外一个是影视传媒 我们另外一位杨成斌 他今天空仓了 现在他的一个板块 就是现金 今天不好意思 没有把它请来 我想明天请他来跟我们聊聊 到底为什么空仓 大家也可以到时再来听听 杨成斌的一个观点 那么另外一位场外嘉宾是叶飞 我们请出叶飞 来听听叶飞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 他是如何分析的 来有请叶飞 大盘的观点 我认为3335点 做个双底 3400点的关口 反复的震荡 震荡四周的时间 目前呢 我是以防御为主 一季度 业绩明显震荡的旅游板块 餐饮板块 商业板块 我是加仓 满仓持有 那么马上要领进清明节 和五一节了 大家为了旅游 白酒 中线 看好 而目前西土呢 回调到位 也比较看好 等待 行情 四月份 五月份的到来 好 谢谢叶飞 叶飞呢 是认为 接下来的一个市场呢 会在3400点左右 来会进行一个震荡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有看头家 来了板块 要请出姚中原了 那今天呢 市场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创新低的呢 反弹了 没有创新低的呢 跌的也不多 那么这里面 到底还有没有新的一个机会 不妨我们来听听姚中原 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不要忘了 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 到尾码 可以和有看头家 来了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 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原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头 又是一天震荡行情 量能啊 也萎缩了 那看着结构性 轮动板块的机会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 把握住这其中的一二呢 别急 这当中还是有技巧的 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近期市场虽然难做 但是这当中并非无规律可循 打个比方 我近期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 一定要去寻找那些 超跌之后机构资金连续介入的 并且有右侧启动信号的品种 那这两天除了前期 那这两天除了前期跟大家去讲的 券商板块 明显捕捉到11%累计涨幅以上的品种之外呢 其实我昨天也是马不停替的帮大家去寻找的 另一个有超跌信号的品种 在图当中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是特地跟您强调 从前期高点下来的有些品种之外呢 有明显北向资金的超低 这当中啊 我特地强调 在3月5号开始到3月23号当中 北向资金是一路连续的加码 这当中前前后后 有将近约1.6个亿的资金出现了介入 这当中 昨天呢 出现了一个逆势的阳线 这阳线的背后 就是一个明显的启动信号 因为它反包了前天的这样一个阴线 既然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超跌机构资金 并介入之后呢 有个右侧信号 这些品种我是在昨天是 特地给扫码的投资者准备好 可以找到的一些答案的内容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 市场出现了明显震荡之外呢 这些品种明显给了我们一个 立竿见影的走势 全天给了我们跟中阳线 中阳线的背后是涨幅超过5%的 这样一根中阳线 可以讲 这些品种又再一次复制了前期 给大家券商板块当中 这些品种的最低点的超底的信号 而恰恰这种技巧啊 也是北向资金 就仿佛前期 我们余庸所讲到的 那些机构资金 有连续埋伏的品种的这些技巧 所以说运用好技巧的话 哪怕市场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会难倒使用运用技巧 会用的这些您的操作思路吗 其实这当中 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今天市场当中 到底还有哪些品种 出现了低位启动的右侧信号呢 那我也是特地帮您梳理了一下 在今天市场当中 有明显超跌之后 启动迹象的这些品种 那这些数据报告当中 你也可以通过散文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方式 今天来免费的寻找到 那除了这些品种之外 这两天我们除了跟大家去讲了券商 还有一些板块 有可以寻找到机会的一些方向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之前连续跟大家去讲了券商之后 我昨天是特地强调 存量资金博弈之下的券商板块 昨天放量了别追 后面闲尖上的跟踪的板块就是软件服务 软件服务板块从前期连续下跌之后 这两天已经是连续两天调整之后呢 出现了小阴线 出现明显抗跌的这种迹象 而昨天特地跟您强调过 在红色上涨通道的这个位置当中 是可以去寻找一些不错的低吸机会的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 在券商板块之后 我马上给您衔接的软件服务板块 再次出现了启动 今天是一根不错的中阳线 而且关键是软件服务板块 今天是机构资金 竟买入5.8个亿的连续 出现上涨机会的放量的板块 那这就是我们要核心寻找到的那些 能够有低位启动的板块之一 那软件服务板块当中 有哪些是超跌的品种呢 今天在数据报告当中 你可以直接的去寻找到 那些能够有机构资金 超底的超跌右侧信号的品种 那除了软件板块之外 还有一个板块同步要去跟踪 来看下面一张PPT 因为近期数字货币的连续活跃 其实我们当时也跟大家去讲过 前期今年先看顺周期 后期要看数字科技 那软件服务数字货币当中 还有一个板块就是网络安全板块 这个也是在数字科技当中 一定要去衔接好的 那你可以看到在今天走势当中 网络安全板块整体处在了 下跌楔形通道的末端 并且今天同样是一根阳线机构 资金净买入了2.8个亿 同时是反包了昨天的这样一根阴线 可以讲这双方反弹的空间非常大 而且未来中期的趋势有望 在这次突破之后得以改善 所以这当中在软件服务当中之后 也要作为一个同步的关注点 去寻找核心当中的机会了 好的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市场是 缩量出现了一个日内反弹 是不是起稳的一个信号呢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跟我们的投资者在做一个互动 如果我们抖音上的投资者 认为不是反弹的 不是起稳信号的 你可以明确地告诉我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呢 马上来揭晓单 本节目由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利器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 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 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 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 空头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 拿着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零零看 大金融板块短期有机会吗 我们来分享一条 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大金融板块是强周期板块 并且属于滞后的强周期板块 需要等经济复苏到中期之后 业绩才能够体现出来 银行板块在前期大盘下接当中 明显抗跌 尤其是一些承商行走势 更加的稳健 风险偏好低的 可以积极关注银行板块 另外大金融板块中 股性活跃的券商板块 也是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发表连对于市场的看法 接着请袁建新 为我们揭晓 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关于今天市场数量的一个日内反弹 是不是企稳信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们 是如何来看的 认为是的 是企稳信号的是达到了43% 认为不是的是34% 剩下23% 说不好 还得继续看 那么咱们抖音上 我看到有几个朋友 是想小点点 还有几位都说不是 看来目前是不是企稳信号 市场还有争议 那么这是第一个投票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个 对于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是余勇更高一些 再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说 大盘今天来到了前期 第一位附近 看似第二只脚 但踩得不够坚决 因此属于前低附近的抵抗行为 短期对反弹的期望值不能太高 情绪上的一个调整周期 没那么快结束的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 今天数量比较严重 指数短期有望出现 二次探底构成双底形态 迫不迫前低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目前等待指数期稳 观察成交量能否放大 来支撑指数 持续反弹 这是两位观众 给我们的留言 那我们稍时休息 看看今天这根 说量的K线 不对 创业版是略微放量的 这根K线 技术上到底如何来看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 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三部买卖法 分享大家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三部买卖法 通过三部来帮助判断买卖点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 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 但是像MACD这样的经典耐用的 传统指标 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 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 如何利用MACD指标 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 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MACD三部买卖法 这个方法包括了 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 配合着实战里讲解 好不好用呢 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 立即扫描二维码 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 适时会给你答案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 是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张老师选择了就上九方之头 在周五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注意哪些领先指标呢 接着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升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 不出意料 都是有一个低开的一个动作 探底之后呢 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 十一点之后呢 重心开始缓缓的一个下移 最后呢 收了一个数量的假阳十字星 看起来呢是一根阳线 但实际呢是一根下跌的一个阳线 离前底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3328点 这个位置呢 仅仅只有16个点 从目前的一个走势来看呢 仍有再度考验前低的一个可能 从趋势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是月空周空日空的一个趋势 要保持观望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3345点到3396点 那回过头来呢 我们再来说说这根假阳线 那其实呢 这根假阳线 首先一个环境是什么 下跌四道当中 出现一根假阳线 从成交量的一个角度来看 目前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萎缩状态 那这一段呢 正好前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一段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在这里也出现了一个假阳线 假阳线在这里什么含义呢 代表市场尽管在空头 比较占上风的一个背景之下 当天盘中的一个交易呢 多头是慢慢开始复苏的 请注意只是慢慢复苏 没有到收出阳线的一个地步 所以总体上呢 还是在一个空头的一个范围 所以刚才我们为什么得出一个结论 仍有再度考验前低 就是这个因素 你看前面这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第二天就是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阴线 带有长长的一个下影线 此后呢才会慢慢止跌 那么这一次呢 恐怕也会复制前面的 再创新低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这是上升指数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 创业板呢 今天同样是低开 但是它是反复上升 上午到中午前后呢 就是连续两波的一个拉伸 午后呢 收到上方 五日均线的一个反压 才开始出现一个 重心下移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个过程呢 大概进行了一个半钟头的一个样子 最后呢 是守住了2600点的一个大关 量 注意啊 量呢 它是微放 稍微有点放出 收出了一颗反包的一个中阳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后市仍然有可能去上市 上方的五日均线的一个压力 其实呢 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总体环境当中 成交量是萎缩的 但是创业板 微微有所放大 那么这呢 实际上是资金有了一个选择性的 流入到创业板当中 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低开的这根阳线的实体 并不小 那这里面会不会 如同前面那样啊 连续十字星之后 开出一根 比较明显的一个阳线呢 那我想我们是值得关注的 当然今天的这根阳线 跟前面的一根阳线相比 那多头的一个 力度是差很远 今天是低开走高 而前面是高开走高 所以这个呢 是力度上是有差异的 但尽管力度上有差异 我们可以看出 多头站上风了 能不能再去 去试探一下 五日均线的一个下行 那个压力 恐怕明天或者下周一 就可以看到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再回来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 来聊聊 接下来怎么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近期看到不少股友们抱怨说 股市真的难以捉摸 投击勺的时候 买哪只股票都是涨 一旦中仓或者满仓了 投哪只股票都是跌 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今天我们就把平时实战讲解用的 风火站法分享给大家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风火站法是一款专门用来捕捉 强势品种买卖点位的交易系统 火炬是进场信号 火堆是加仓信号 简单易懂很好掌握 另外从热度和资金流向方面 帮助大家研探个股趋势 所以还没有领取的朋友 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使用了 大家再也不用因为不懂股票知识 而错过买卖时机 风火站法长期以来 很受广大股民朋友的欢迎 建议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来领取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把握市场上一些不错的风口机会 在2021年打一个漂亮的翻身战 装修特大细菌 特大细菌 上海整装开研究会开始了 赶紧拨打电话 40000338338 赶紧拨打电话 40000338338 预约第一批开工名额 让装修省心胜利更省钱 现在就现在 签约即送27500元家具 全场任选 送2万元全无设计费 送竹店 送床店 送宝洁 朝6万元的十大好礼 统统送给你 十大装修宝账全面升级 一货一人责任制 装修管到底 并承诺合同内套餐零增项 水电隐蔽工程 质保20年 更有十大特色工艺全面升级 为你的装修保驾护航 要装修的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拨打电话 40000338338 40000338338 预约第一批开工名额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台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看一下 欧洲市场正在交易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市场 目前下跌 都是下跌的一个状态 有部分品种下跌的幅度 是超过了1% 好了 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 我们先请出余勇 来听听余勇的看法 来 有请 好的 因为刚刚姚正元 正好也提到了北上资金 我想再追加两条 可能帮大家在选择 北上资金个股的时候 还能在缩小范围 第一条我们希望它的业绩 至少在去年三季度四季度 能够业绩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环比同比的增长 至少不低于10% 第二个就更加重要了 虽然说你资金已经有持续流入了 但是我希望你有一定的体量 也就是说它的持股要排进 这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 加了这样一个标准之后 其实它的范围又会更加的缩小 相当于对北上资金而言 它的重要程度被放大了 自然它的股价的涨跌 对它来说就更加的重要了 当然对于短期而言 明后天的操作而言 这个就更加简单了 就给大家一句话 既然在底部磨底了 那么可以开始做小仓位的试探 但是买跌不买涨追高有风险 买跌不买涨追高有风险 顺便普及了一下 我们证券市场的一个投资者 风险的一个教育 非常好 接下来还有一分半 两分钟不到的一个时间 我们来请出张瑞泽 来听听张瑞泽的一个看法 有请 我刚才补充一下 因为前面说下跌是长期逻辑 但是没有说为什么短期 它会走得比较弱 这边有反弹的话比较弱 原因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上涨的一段时间 特别是在下半场的时候 上涨下半场的时候 大家都认定了就是 无分野说的下行 就是分母下行的逻辑 认定这个逻辑之后呢 这个市场的主逻辑往上涨的时候 当时即便调整 其实没什么调整的 都是横着走 阶梯式往上走 不一定多少调整呢 调整比较弱嘛 那个时候 就必须往上涨 到最后就涨了 站起来了 那么现在刚开始的时候 等于是这个逻辑 分母下行的逻辑变上行了 这个逻辑被打破了 那么下跌的时候呢 应该是对称的 就是刚开始下跌上半场的时候 它应该是跟去年一样 你想要反弹的时候 它不会跟你很强的反弹 又是比较弱的反弹 慢慢慢慢地往下走 我认为直到最少 应该到护生300的 这个适应率 到我觉得是合理估值嘛 也比较它低 合理估值12、3倍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 对称的方式会被打破掉 里面还有出现分化 就是有些开始涨了 就有些先到位 有些后到位的 它开始涨了 这个时候我认为 它会逐步地 就是打破 现在的逻辑 就是所谓的 分母上行的逻辑 这个逻辑被打破 就是说这是我觉得 现在为什么 从这个短期的角度来讲 它不太可能会出现强反弹 它是个弱反弹 基于左右对称的逻辑 那还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也说到了 这些护生300当中 应该还会有继续分化 除了保险 现在能够看到的 还有什么行业 你正在研究的 有没有 之前一直说到金融地产 还有公佣事业类的 高股市内的内债权的 高分红的 这种类型的公司 其实都是会出现 人人都有 人生出彩机会的城市 人人都能有序参与 治理的城市 人人都能享受 品质生活的城市 人人都能切实感受 温度的城市 人人都能拥有 归属任鸿的城市 人民城市 人民建 人民城市 为人民 每一个企业家 在困难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决策 也要是困难 企业也应该往前走 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就是要形成快速